上周的话我们在CIA这个weekly中介绍了这个迭代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晕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pythonweekly中也来简单看一下这个iterables可迭代的 那么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上次这个python这个装饰器的视频突然就火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平时的话也就是几百到一千的这样一个view 那么这个装饰器的话突然到了五千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于这个pptslides的话 大家可能更喜欢看别人写代码 虽然不知道别人在写什么东西就是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写代码形式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迭代的过程是在python中如何实现的 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实现一个类 这个类的话可以支持迭代 也包括实现这个迭代器 那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写代码 首先的话我们假设我们大家最常见的话就是说有个list 比如说12345 有345这样一个list 我们会通过使用for循环来进行访问里面所有的元素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可以打印出12345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for循环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它其实背后的话还是使用了这个迭代器来实现的 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原理的话首先的话是去通过iter这个函数 去得到一个迭代器 得到一个迭代器 我们看一下这个iter的类型 它的类型的话是list iterator很明显它是一个迭代器 那么有了这个迭代器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对a进行迭代了 那迭代是怎么回事呢 你会发现Python中它的迭代器是单个 那么它是怎么判断到迭代到结尾呢 它其实通过抛异常来判断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首先有个死循环 有个死循环包处 那么我们要去try一下 因为它会抛异常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在这个iter这个对象上 iterator对象上调用next函数 去得到下一个元素 如果说它抛异常的话 它会抛一个叫stopIteration的异常 表示说我现在这个迭代中止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收到这个异常之后的话 我们就break 然后的话我们去打印出这个vue 打印出这个vue 然后我们就实现了这个delay的过程 那么这个iter函数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help function 它其实真正的实现的是 调用的是这个a的一个特殊的函数 就是list class的这个iter函数 包括next的话也是一样的 它是调用了iter的这样一个next 这样一个函数来进行delay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实现一个自己实现一个class 然后支持迭代的这样一个clas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实现一个可迭代的 这样一个类型一个对象 首先我们就把它命名成mylist 其实我就实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读的 这样一个list的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的话它的构造函数 它就是take一个data 这个data可能就是一个list 我们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data存下来 存一个拷贝吧 存一个钱拷贝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创建的对象 然后的话我们根据之前说的 要去实现它的这个特殊的iter函数 那么iter函数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先pass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写另外一个类 这个类的话就是iterator 我们把它命名成这个mylistIterator 那么它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这个mylist对象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可选的这个初始位置 那么我们把这个mylist存下来 然后存下来之后 然后这个index之为 这个它的index 然后对于这个iterator的话 我们要实现之前说的这个next的特殊函数 就是返回下一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同时把这个位置移到下一个 更下一个对象上面去 这个函数没有裁所 然后的话我们就要 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是不是到了这个data的这个结尾 那么我们这边就不考虑封装线 我们直接访问这个mylist这个data member 如果说我的当前的这个self.index 小语这个mylist对象的data的长度 长度 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拿出下一个对象 下一个对象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就是mylist.data 然后是我们用这个缩影来拿吧 self.index 拿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把self.index加点1 然后去return这个object就是这个intege了 或者说这个object也可以 否则的话我们就通过paw异常来告诉外面说我现在没有下个元素了 那么我们就paw一个异常 stop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之后的话我们在这个mylist 这个iter这个特殊函数里面的话我们就要return一个 就创建一个iterate出来 然后把它return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把这个mylist 创建出来 把这个self传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一下 我们有个mylist等于mylist 然后我传入一个同样刚才一个数组 list12345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forxinmylist 来对待进行迭代了 这样的话我们同样就可以得到12345 这样一个迭代过程 迭代的结果 那么其实它这个 什么时候呢 就是python中它其实并没有通过 并不是通过什么继承一个interble iterble的这个接口来实现迭代的 它只要说 它还是比较松散的 只要说你这个object 你这个class实现了这个iter这个特殊的函数 那么它就可以被用来迭代 然后的话它其实还是要 它其实要求你这个iterator 也要实现一个迭代函数 我们首先偷懒实现一个偷懒版本 偷懒版本的话我们就 这个iterate的话就返回自己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目的的话就是说 你既可以使用一个object去iterator 也可以使用一个iterator 进行iterate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iter的函数 去得到一个iter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用iterator 来进行 就是进行便利 那么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这个 但这个有什么坏处呢 比如说我把它这个iterator 往后移到两位 往后移到两位 然后你再去迭代的话 那么很明显 它这个 就是从第三个元素开始迭代了 那么我们 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去把它 这个iterator当前的状态保存下来 那么我每次返回iter的时候的话 我返回一个拷贝 那么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之前已经 已经有了这个index 如果我们只要返回一个my list iterator 然后把这个self的my list 传进去 从同样再把这个self的index 传进去就可以了 传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创建拷贝 那么拷贝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在中间 中间去iter2 我等于把 就创建一个这个当前iterator的拷贝 那么这样的时候 我再去 访问iter2的话 它会从2开始迭代 而不是3开始迭代 如果说我这个 只returnself的话 那么它其实实际上同一个对象了 那么你就会从3开始 你就没有保存状态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每次你调用iter的话 它会创建一个新的iterator的对象 那么你就可以从当前的位置 开始进行迭代 所以你可以返回2345 那么这就是iterator 这个 iterable和 iterator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iter这个特殊函数去掉会怎么样 我们去掉看一下 去掉的话 它的系统会报错 会告诉你 这个mylist对象并不是 iterable 并不是 iterable 那么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说 它这个iter这个方法 还是比较通用的 就是说 就算你没有实现这个iter特殊的函数 如果说你实现了另外一个函数 它也是可以进行iterator的 也是可以进行iterator的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同样可以实现这个叫get get item 这样一个特殊的函数 比如说它也是通过一个index 来进行迭代 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返回这个self.dataindex self.dataindex 同时的话 它还要求你返回这个 应该是要求你返回这个length吧 也是这个length的特殊函数 那么我们就返回self 这个length.self.data 那么这样的话 就算你没有实现这个iter这样一个特殊函数 它可以通过这两个函数的配对 来进行迭代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就是for x 我们先把这个去掉 for x in my list 它也是可以进行迭代的 所以说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iter 才可以迭代 这种就比较适合 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 那么它其实 这边的时候 你去调用这个iter的时候的话 它其实反而给你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类 并不是你自己的iterator类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类型是什么 那它就是一个通用的iterator 它是一个通用的iterator 然后它会帮你去包装 所以你相当于说你这部分就完全没有使用到 完全没有使用到 它只是说帮你去包装了一层 那么你就算没有这个特殊的iterator的实现的话 它也可以通过这两个进行通用的实现 那好这就是这个python中如何使 它的iterator是怎么一个过程 然后怎么去实现一个自己的实现一个迭代器 就是说当你有实现了这个iter函数的时候 它会默认优先使用这个 你的自己的这个iterator 如果没有的话 它才会调用这个getItem和length来进行迭代 然后你自己使用迭代器的话 你就可以有更加高级的这个 可以存储当前的状态 那它其实和CI教程中的这个forward iterator 其实是类似的 你就可以multiple paths都可以 那这今天内容 就是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 就是当你去深入了解 看上去一个很简单的forge的话 它其实背后还是挺复杂的 包括你自己实现这个迭代器等等 然后它其实还是通过抛异常的这个形式 我之前确实并不知道它是通过抛异常来实现的 那么这是不是解释它为什么性能会 就是对性能就是影响会这么大的 我不知道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赞 不怕投币关注评论 如果想要内容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上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讲 我是花 拜拜